王老师是这个铁片大鼓的名家 而且是国家一级演员啊 今天到我们天津了 能不能给我们天津的父老来一段 好 好不好 欢迎王老师 那一日台上突然间就乱了头 来了个青春啊大战了关门堂 王宝川一马呀 离了那西凉街 一趟春起街呀 入入那百五堂楼 离台白买酒啊 登上了景阳档呀 王朝军出赛呀 开进了高楼 独八戒雷战鼓啊 吓坏了凉火雨 杨贵非败吹兵 他嫁给了我大郎啊 嫁给了我大郎啊 那就是西说古人的断场 我愿您开怀一下 精神焕发 清气上升浊气下掉水 处已有空间 好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请坐 谢谢老师 特别俏皮这一段啊 把这些古人的故事 都给串在一块了 对 这当年您是怎么一个创意 当时的创意就是很多我们唱大鼓的演员 都变成通俗歌手了 所以说呢 就是通过这个幽默的形式 然后呢 也是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就是把这个很专业的先搞好了 对 对 所以王老师有很多这样的创新的小段 包括这个和音乐 现代音乐这个配合的 包括他现场演的 这个段的内容有好多都是新的 对 一直在创新 这张照片 这个是我们北京琴书的泰斗 关学曾先生的一个演出照 他的创新能力就特别强 他一生有好几百个原创的段子 现在这关先生的孙女 也活跃在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上 这一题大家更熟了 关小彤 对